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鸡 在上一次的语法笔记里面呢 我讲了大概的一个学语法的一个结构框架 是根据维基百科上面的得到的启示 那么我就找了很多资料 发现有一个叫Leo的网站特别好 以及一些其他相关的网站 那么他们教给我的这个启示 就是从磁性出发去整理 或者是学习一门外语的语法 我也觉得在很多年的学习德语的过程中 体会到了这个点的逻辑性 所以的话我用PPT想要整理出这些德语语法 然后基于德国的网站吧 然后更加以一种德式思维去 德式思维去学习德语 那么上一次的内容呢 我发现把它放在第五篇比较合适 所以为什么今天第二个视频倒反成了动词篇一 今天的内容是Flexion 这个Flexion或者是Conjugation 就指变化变形变味的意思 那在那个利用的这个网站上面的结构框架里面 它也是以Flexion作为第一章节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都挺好的 然后呢 呃在正式开始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就去Dudon上面查了一下 因为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表示变味变化 或者变形的单词有好几个 这里大家看到的一个叫Flexion 这个单词可以表示变化变味变形 另外一个单词叫Declinieren 也可以表示变化变味变形 还有一个叫做Conjugation 它也可以 然后我就觉得哇崩溃了 这个德语怎么回事 所以的话我就去Dudon上面找了一下 以这个Flexion为出发点呀 它首先它的解释就是 in word in seinen grammatischen formen boygan 在这里的话 这个in word它可以指的是动词或者是名词 Declinieren 那我又去Dudon看一下 它主要是指名词 形容词 人称代词 还有述词的变化 如果它用的是Conjugation 它特别指代动词的变化 所以 就算有点崩溃呀 但是本则这种求证的精神 还是把每一个单词都弄清楚 虽然它中文语境下面都是表变化变形变味的意思 但是在德文语境下面的话 它是不同的词的变味要使用对应的单词 毫无语对不对 哎呀没关系 学德语嘛就是一个自己崩溃 然后自己瓦解再重新塑造自我 再次崩溃的死循环 你同意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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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开玩笑 好今天来看一下变词变味变化 首先呢 这里有三个内容 我有点懒忘记做那个导航图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今天内容比较少也没关系 首先 德语的动词变化呢 它有三个维度分 按三个维度分 一个是按它的复杂程度 第二个是按它的语态和时态 第三个就是毫无逻辑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它有章可群 有规律可行的话 是最最庞大的这一个群体 叫做hegameshiker verben 就是规则动词呀 规则动词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像一根直直的线 就是它的原则就是词根不变 所以你用它的词根 就是第一人称去掉词根 然后加一个A 然后第二人称去掉词根加一个ST 第三人称去掉词根加一个T 以此类推 然后再复苏第二人称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 以及在过去适合完成时 过去适合一个TA 然后过去完成时加一个G 然后加一个T 然后这些都是所谓的hegameshiker verben 那么unhegameshiker verben 相对的话呢 就是有一点点变化了 但这个变化呢还算是OK 有有有据可循了 有一点点可循的规则 但是呢不是那么的好掌握比较多 所以的话呢 但它的核心核心规则就是它的 在现在时过去时 还有过去完成时 就是说叫做particle 2 在这三种类型的情况下呢 它的原因是要变的 它的原因是要变的 第一人称不需要 第一人称不需要 但是第二第三人称呢 就需要了 以及 对 以及他们的这个时态的变化 那么第三种类型的动词呢 叫做modal verben 就是情态动词 就情态动词 那个dryffin mürgen mürgen and so weiter 那这里面呢 他们的这个变形就有一点乱七八糟 开始你要死基因被 你一定要死基因被 比如说cannon 第一人称单数是can 然后就canst can 结果第三人称又变成can了 你就会 为什么d跟第三人称一样 它就是没有规则 所以他老祖宗规定一样 你就得这样子去记呀 然后呢 过去完成时叫 gkond 然后你就会 但是没关系 这就是modal verben 所以你就得自己印记一下它 那么还有在这里 打了一个信号 visen的变形 在根据Leo上面的讲法呢 visen的这个变形 同情态动词 从比如 ich weiß es nicht 我自己都想笑了 就是没有规则 就是 du weißt das nicht er weiß es nicht zum Beispiel ich und er 又变成一样 wise 所以anyway 这就是visen 所以你要特别拎出来 单独记它 然后最后一个是 haben sein werden 这个是情态动词 对不对 情态动词的变化 也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比如说 那个be就不见了 er hat hat 双写t 还变成了t 然后 ge habt 又变成 所以 you know what I mean right 所以的话就是 就混乱了 在这里说 就混乱了 所以这些特别 特别的东西 你要特别的记 给它特别的广暗 然后这里有一个点 这里有个小信号 就是verden的两种变形 什么意思呀 就是verden它有两个词性 一个是做情 呃 助动词呀 做助动词的时候 它是要放在那个时间语句里面使用的 那另外一个 它是做全动词的时候 就表示它有自己独立的意思 它可以自己承担位语的角色 那verden做 呃 全动词的时候呢 呃 小宝宝 小宝宝 傻意思 哦 当然在这里 就呃 他们做全动词的时候呢 它的第二分词是 gevorden 呀 如果要是verden 做助动词 heavesveap的时候呢 它的第二分词叫做 vorden 而且是用于passive 所以的话就很崩溃 这也是我 呃 在之后学语法过程中就觉得 嘿 怎么verden 到一下是gevorden 一下是vorden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呀 这个就是源于这里 它的原始 叫什么原始出处 就是因为verden有两个词性 一个是做助动词的时候 一个是做全动词 它们两个 助动词和全动词 在第二分词的时候 变形是不一样的 崩溃了吗 我已经崩了 呃 这一个地方 OK 第二个方面呢 是按时态和语态的变化 什么意思呀 首先时态 是不是就是 呃 现在时过去时 完成时 语态的话 就是一个呃 命令式啊 职程式啊 还有虚拟式 对不对 那首先来看 简单的变 呃 动词变化模式 首先是一个 现在时 举例 Ich koche zum Mittag 呀 Ich koche 这个 koche aligner 就只有一个动词 在这个句子里面 那Pretelitung 也是一样 Ich kochte gestern 那我昨天煮饭了 呀 就只有一个动词吗 Koch etwas Koch etwas 那煮 煮点东西啊 就也是 命令式里面 也只有这一个动词 那Infinitive 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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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Berksbier Cochern ist interessant 煮饭很有乐趣 呀 还有什么 particippresent 啊 这个的话是 呃 指这个动词 作为第一分词的时候 使用 嗯 在这句话里面呢 这个动词就 嗯 从Berksbier Laufende Laufende Frau 这是一个跑步的女士 正在跑步的女士 这个Laufende 就是这个第一分词嘛 跟脑 呃 然后一个就是 呃 个Cochter Hensen 就已经煮好了的鸡 呀 这就是particip 2 就是表示已经煮好了的这只鸡 表示形容词 以上呢 我归类为forverb的单身狗形式 就是 什么叫单身狗 就是意思是这个动词在这个句子里面 就单独的出现 呀 所以的话 呃 这个动词变成了 一个形式 就单独自己变了一个形式 所以叫做呃 呀 单身狗 呀 那我们来看它相对应的叫做组合形式 组合形式的话 你就这样子联想 你看它有四种情况 一种是perfect 完成时 plus comperfect 过去完成时 还有就是futo eins und zwei 就是 所谓的组合就是说 forverb 它不能自己一个人出现了 它必须要带它的小尾巴 或者是左臂右键出来 那也就是它的havesverben 呀 就是它的主动词 比如说 Ich habe spaghetti gekocht 呀 那你这个gekocht 和前面的hab 就是一定要连在一起的 呀 Ich hätte spagetti gekocht 那你这个kohen跟那个verde也是 呀 cp形式 所以的话 这就是 呃 动词在时态和语态下的一个变化 呀 那么最后一种是属于毫无逻辑变化 这也是大家在学德语背单词中最痛苦的那一个点 我知道 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得要死基因背的 而且没有任何解禁可言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呃 它也有痛苦的等级 我们先看 还算 还算比较温和的 呀 首先是一个 呃 可分动词 可分动词里面的话呢 呃 它就是 还有一定的逻辑性可言 就是 前面的这个词材呢 它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 呃 叫什么来着 呃 出费跟 呀 这种就叫做可分动词 那不是说百分之百 它前面那个J一定是一个借词 我只是 从百区别 呀 那第二个 第二种形式是 呃 这个动词 呃 在变形的时候呢 要加一个A在里面 比如说Meldent 呃 它 一般是以 比如说D结尾的呀 T结尾的呀 这种单词以及等等 这个在 我附带的这个网址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具体的规则 那我在这里只是 把它的 总结告诉具体什么 便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里面看一下 那第三种就是 一个是加A 一个是去A 那去A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以AR结尾的 或者是以AL结尾的 Entvickle to my speed 呀 那这里呢 还有两种形式跟去A有关的 它比较special 呀 special 因为它它存在嘛 但是它不特别的 经常出现 所以的话 呃 还是提一准 比如说以S结尾的 X或者Z结尾的 呃 在第二人称呢 说只有第二人称 所以的话 它要呃 去掉那个A 咧 你看它就呃 它就把A去掉了嘛 就last 呀 呃 这个我自己也没看懂 这个Cognitive 2 然后还是一个不规则的动词的变化 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 呃 太没 太不经常出现了 所以我也不会着重去讲它的使用 哎呀 如果你不是T2 词外的目标的话 我觉得前三种你搞定已经差不多了 OK 那来看第二个类型叫做半死基因被 半死基因被的话 就是说你记得前一部分 后一部分你死基因被就OK啦 那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第二分词不带歌的情况下 就是呃 比如说有一些动词 它是以个B开头的 A开头的 and 呀 zum Beispiel blegan blegan er canen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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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zichten zum Beispiel zcleinen so allest moglicious 那这种就是他们的呃 词头都是这样子的 那他们的第二分词就不用带歌了 呀 就不能说呃 vergesen govergesen 呀 gibse sowas 是哪些啊 ok 那最后一种就是全部要死基因被的 这种是特别痛苦的 就你 你学一个记一个 这是就是我告诉 也是我经常告诉我学生 就你这种情况 你就只能学一个记一个多多看多记 然后 e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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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pters fue emma indan pof 就什么时候就永远留在你的脑子里面了 这个单词 比如说第一种情况叫做呃 不规则变A 呀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不规则动词 不规则动词 它的A要变成1的情况下或者是怎样 呀 它99%会用这个A来变啊 有一些有一个呃啊或者是A那种就 呀 z salt 所以的话 它这个不规则变不规则动词的A 在99%都是A的情况下 它要这样子变 第二个也是不规则动词的 不规则动词它怎么变呢 它的原因上面要加punch 它要on loud一下 它要加两个点儿 比如说last on last 呀 第三个也是不规则动词的 那它就是呃整个词根都发生变化 词根的原因发生变化 比如说finden 那这个词根的原因就是 E不是A啦 你看 所以它要变成found gefunden oh god 呀 kine regle du muss einfach auswendig lernen 你就只能时间一倍了 所以这种呢 就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了 ok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动词变形的三种 就是呃 你也可以理解为规律 也可以理解为三个 侧重点或者是三个去掌握呃 动词变形的一个方法 那下一次的课呃下一次的内容呢 我们那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 动词的其他呃规律 那我们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